感冒是咋回事 到底要不要吃药呢 话说这感冒啊 都是由病毒引起的 这病毒一旦进入人体 就疯狂地闯进细胞里 然后在里面大吃大喝生孩子 生生把细胞给吃残了 要不订个娃娃亲 就这么说定了 细胞残了 引起了免疫细胞的注意 于是为了杀死病毒 免疫细胞把细胞演绎过端 而很多感冒病毒都躲在喉咙里 所以会造成喉咙的红肿 为了更好的杀死病毒 除了免疫系统 神经系统也来帮忙 呼啦啦的给身体加热 弄死病毒 这就是发烧 神经系统在这边抑制病毒扩散 免疫系统把病毒都记挡 然后释放出抗体 专门对付这种病毒 而当抗体都出动的时候 感冒也就好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通过咳嗽 清除剩余的病毒 所以对付感冒 全靠自身免疫力 感冒药只能缓解症状 并没有什么特效 所以加强锻炼身体吧 然后停下车 车